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咱们继续聊一聊李子柒 自从李子柒断根以后,关于李子柒的新闻就不断 而且李子柒与杭州威念之间的纠纷 咱们看到更多的都是李子柒这一方发出来的一些消息 我们看不到杭州威念这一方的一些辩解 那么今天,杭州威念公司通过自己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个说明 而且李子柒的助理也通过微博做出了一个回应 双方是唇枪舌剑 咱们一会儿看一看 然后我呢,以我的这个经历给大家解读一下 就是杭州威念和李子柒之间到底是在争什么 就是他们纠纷的焦点是什么 那我呢,今天也给大家分析一下 好,我们先看这个杭州威念公司的回应 威念公司说明 近期有关四川紫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下称紫棋文化 素杭州威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威念公司 一是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关于李子柒IP和品牌的传闻和报道陆续出现 威念公司本着保护李子柒IP和品牌的初衷 从未进行回应 今日2021年11月1日 我们正式收到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诉讼通知 公司将依照法律程序应诉并做如下说明 那他这个回应的第一段 就是说我以前对所有的报道都没有回应 是出入考虑这个保护李子柒品牌和IP的这种目的 那么今天回应呢 是因为已经收到了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个诉讼通知 所以我要做一个回应 这个也是个事实 没有什么太多评价的 我们再往下看好吧 威念公司成立于2013年 2016年成为微博MCN全面合作伙伴 同年与李佳佳女士展开合作 以MCN公司的形式 共同孵化李子柒IP和品牌 这一段说什么 就简单了 就是杭州威念啊 2013年成立的 到现在为止 他还是个创业公司 还在融资 说明发展的也不咋地 就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2016年杭州威念成为微博的MCN全面合作伙伴 这条是重要信息 大家在大陆有个生活经验的 或者有个商务经验的 大概都知道这个中间猫腻 你能成为微博的这个全面合作伙伴 别的不说了 你把这个杭州威念的股权 如果穿透的话 可能他会跟那个新浪微博的某些管理层 是不是有什么利益瓜葛 事后也证明了 2018年还是几年 新浪微博通过这个什么基金 也对杭州威念进行了投资 所以说明他们之间的合作啊 从2016年可能就开始了 所以杭州威念才能成为新浪微博的什么全面合作伙伴 而2016年李佳佳与杭州威念合作的时候 李佳佳的粉丝才1万左右 微博人的粉丝大家都知道水分很大的 他那1万粉丝啊 可能跟塔明叔这个油管那个4000粉丝也差不多 是一个意思 所以他的当时的影响力啊 可能跟塔明叔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为什么愿意跟杭州威念合作 因为杭州威念是微博的叫全面合作伙伴 在微博的推广方面有一定的话语权 这不就榜上一个大数了吗 这是我们接着往下看 2016年公司创始人刘通明先生 与李佳佳女士经营了深度沟通 最终确立双方合作模式 李佳佳女士负责内容创作与发布 威念公司负责运营与探索商业模式 凭借互相认可与坚持 公司和李子柒IP拒绝了通过广告 快速变现的机会与诱惑 把精力投入自主品牌上 希望在传播文化的同时 有一份持续的不消耗IP的收入保障发展 历经五年创业 威念从一家MCN公司逐步成长为如今的 东方美食文化新消费品公司 这一段说什么呢 就是杭州威念与李子柒合作 以及一些分工 那么他们16年刘同明如这个李佳佳之间的合作过程啊 李佳佳在17年也写过一篇长文回忆啊 那个文章里面他把刘同明称为贵人 那就是薄罗嘛 是怀着一片感恩的心写的 写他们吃火锅 把这世界谈成了 那么李佳佳负责内容创作 杭州威念负责品牌付画推广这些 是一份经济合同 但是呢 在2017年还是什么时候 他们把经济合同呢就作废了 杭州威念与李佳佳成立了合资公司叫紫棋文化 杭州威念占51的股份 李佳佳占49的股份 然后呢 这一段里面还写了一个重要的 就是说 杭州威念没有通过李子柒这个品牌 直接变现 通过广告啊 或者其他的什么变现 而是通过了一个比较长的模式 去做贴牌宣传品牌 然后呢 他们自己生产这个产品 用李佳佳这个品牌 所以他把整个威念的战略发展方向 从一家MCN机构 转型成为东方美食文化新消费品公司 你看这个定位 实际上跟李佳佳那个品牌宣传是一致的嘛 对吧 李佳佳就是东方美食文化 你看看 那就说明杭州威念的这个战略发展方向 是以深度绑定李佳佳 李子柒这个品牌的 这个大家能看出来 我们继续看啊 自双方合作以来 公司为保证一个安宁的创作环境 从未干涉过李佳佳女士的内容创作 也从未想过 从未控制过任何李子柒的相关平台账号 李佳佳女士在内容创作上才华注重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世 感动了亿万网友 对李子柒IP和品牌的塑造有着无可替代的贡献 微念公司则在品牌策划 IP运营推广 资金投入 产品研发 搭建供应链和销售渠道等方面 心情复出 最终让双方共同的梦想 进一步走向现实 这段说什么 这段像是辟谣吗 就是李子柒所有的账号 我都没有控制 然后李子柒创作我也没干涉过它 都是李子柒自主创作 那这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说明了李子柒 对李子柒品牌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因为整个的创作创意制作 全部是李佳佳本人 那么李佳佳对李子柒品牌 那是灵魂人物 他不是个简简单的演员 那所以他对李子柒这个品牌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呢 也能解释 为什么韩正微念在李佳佳纠纷过程中 处在一个劣势地位 因为这个李子柒品牌的灵魂人物 就是李佳佳本人嘛 韩正微念自己承认了 关于这个李子柒账号控制的问题 李子柒自己也在一篇文章里面也回应过 李子柒所有的账号 都在李佳佳本人手上控制 不是韩正微念控制 所以这个应该韩正微念没有撒谎 李佳佳也认同这一点 我们接着往下看 微念公司深知 能够在创业路上与李佳佳女士相识 合作是非常幸运的 正因如此 公司珍惜这份情意 珍惜李子柒IP和品牌 早在一年多前 微念公司就提出李佳佳女士 股权计划和合作模式方向 并在股东同意签署了相关股份安排 合作费用的协议方案 我们曾多次与李佳佳女士 就股权等权益事项展开沟通 但未有实质性进展 最终导致如今的局面 微念公司是有责任的 这一段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商务模式的变化 最早的时候 他们之间是叫经济合同 那后来改成了叫什么 合资合同 就是仔细文化 再后来随着李子柒IP的 这个品牌的不断的发展 那么杭州微念 那么原来的合同已经不适用了 不管是杭州微念 还是李子柒主动要求的谈 总之双方在开始在一起谈 这个新的合作模式 就是股权 我看了一下内容 这个这里面写的 虽然他说股权适宜展开谈判 没有说是杭州微念的股权 还是什么股权 但是同个字面意思 在股东同意下 签署了相关股份安排 这个股东 指的就是杭州微念的股东 就是那些机构投资者 比如微博的基金 什么字节跳动 这些投资者 在他们的同意下 安排李子柒的股份 那不就是安排微念的股份吗 对吧 大家都要稀释嘛 同比稀释 把这股份让出来给李佳佳 那么就是说 他们实际上已经开始谈微念的股份了 但是一直没谈成 为什么没谈成呢 杭州微念说 我们有责任 但是就这一点呢 李子柒的助理回应了 他们是不认可的 待会咱们再看 即便是现在 微念公司与李佳佳女士 在发现美好生活 向海内外传播中华文化等理念上 依旧保持着高度一致 公司愿意就双方合作内容 合作方式等问题进行持续坦诚的沟通 忠心希望双方能够解开心结 继续携手前进 一直以来 微念都是一家专注的创业公司 无意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 也深知背后需要肩负的责任 创业不易 塑造一个品牌更难 李子柒IP和品牌依然处于成长阶段 无论结果如何 微念公司都衷心希望 李子柒IP和品牌能够继续助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传播 对如过往的合作 我们共同的付出 微念始终无怨无悔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 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日 那么他最后这一段 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最后这一段呢 实际上也是对外界一个回应 自从这个李子柒停根以来 外界创业很多 然后呢 李子柒这一方呢 释放的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无异于商业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想讲好中国故事 我想讲好什么 共同富裕 叫乡村新风貌 简单一点说就是正能量 这大家好理解了 那么他反过来这两点什么意思 就是你是资本 无良资本 过度商业化吗 我不想商业化 那肯定是杭州微念想商业化吗 过度商业化吗 那不就是无良资本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是想要讲好这个中国故事 正能量的 那反过来就是 那你杭州微念 不是正能量吗 所以外界现在很多人都攻击 这个杭州微念吗 是无良资本吗 然后什么也是破坏这个 这个李子柒 讲述这个中国故事 传统文化 对吧 那么在这个回应里面 杭州微念就是回应了 我跟李子柒之间 是利益之争 而且责任在我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跟李子柒之间 对品牌 是完全一致的 都是要讲中国故事 都是要传统文化 简而言之 都是正能量 没有任何分歧 而且你看这通篇回应里面 多次提到他是创业公司 他也算不上什么无良资本 而且他也没有过度商业化 就是简释这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回应就起了这个作用 然后他也表达了一种良好的愿望 就希望跟李子柒能和谈 能和解 大概就是意思嘛 要继续合作嘛 那我们看看那个 李子柒方是怎么回应的 我们看看啊 就是微博认证是李子柒助理 有关于他的一切 都可以私信留言给我 看他怎么回应的啊 真搞不懂 是谁一直在带股权纠纷的舆论节奏 听谁说的 连合同都没给投资人 股东如实披露的公司 谁敢要他的股份 小姐姐又没疯 罔顾事实 满篇春秋 打嘴战没意思 要打 打官司 颠倒黑白 无辟用 实事求是真英雄 这个回复怎么说呢 就是针锋相对吧 火药位比较重 通过他的回复啊 也验证了我的说法 就是说 他们已经就杭州威念的股权 谈过 那这个李子柒的助理呢 说他们不敢要 对吧 你连投资人都骗 满嘴还话 谁敢要你的股权呢 那说明他是 杭州威念的股权是谈过的 如果李子柒的助理 说的是真的话 那么 杭州威念的这些投资人呢 怎么说呢 就匪夷所思的 你投资 杭州威念的时候 你不就冲着这个李子柒这个品牌来的吗 能讲故事吗 相当于李子柒是杭州威念的核心资产 那你不把这核心资产调查清楚吗 你禁调是怎么做的呢 那你最起码要要找李子柒反弹的禁调的时候 要看李子柒和这个杭州威念之间的合同 而且还要对李子柒本人进行反弹 让他承诺他跟杭州威念之间的合作是真实的 以后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这样投资人才可能万里偷钱啊 否则投资人怎么可能去偷钱呢 所以说我觉得很奇怪啊 按这个助理说的啊 那你那就是杭州威念就骗了投资人了 连合同都没跟人看 而且投资人居然不看合同就投 反正不能理解啊 好 那回应就到此为止 我来谈到我的看法 第一个呢 就是杭州威念的这个回应啊 给我的感觉总体然是比较得体的 他没有这个炒作 也没有什么开思 姿态摆得很低 实力决定了地位嘛 但这在和李子柒的纠纷中 实际上他是个弱势的 怎么个弱势呢 因为他已经承认了 整个的品牌打造内容创意 都是李佳佳本人 他们只是负责宣传资金 后段的这种变现 这种像饮食 像这种产业链的隐身 他只做这一块 就是说他是来消费这个IP的 那么你在跟李子柒的 李佳佳的纠纷中肯定出了弱势 怎么叫弱势呢 就是说就是李佳佳 他官司输了 这个李子柒的品牌给你 你这个品牌也做不长 离了这个李佳佳这个灵魂人物 而李佳佳本人呢 即便没有李子柒的品牌 人家也可以借助别的IP复活 不敢说满血复活吧 但是他有复活的机会 所以说在这种 你看这种对异中 那个韩正威念 一定是出在下风 这第一个 第二个出在哪下风 韩正威念输不起的 如果他丢了李子柒这个合同 或者是丢了李子柒这个核心资产 那他前面讲的故事都是不成立的 什么由MCN向东方饮食文化转型 你这不就扯吗 你整个的这个故事讲不圆了 所以他姿态翻得很低嘛 然后你看一再说 给这个李佳佳说好 都是他的功劳 错误都是我的 功劳大体上都是李佳佳的 可以这么说吧 然后呢 他表达了想要跟这个李佳佳 继续合作的这么一个愿望 所以说我认为他的 回应是比较得体的吧 也跟他的这个地位相符合 那么他们两人的争议的焦点是什么 咱们呢 继续追踪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儿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呢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